大明成化帝尔历之年 看着头发花白的自己 哀叹还没有皇子 服侍他的人立马跪倒在地说 皇上您有一个儿子 已经有六岁了 现如今就藏在冷宫中 这个命运坎坷的皇子 就是朱友称 既然是皇帝的儿子 为何藏在冷宫中长大 朱友称都经历了什么呢 又是谁想置他于死地 今天穆玉军带大家走进明朝 看看自小经历传奇的朱友称 都说朱友称是明朝 自朱元璋后最勤政的一位皇帝 是一位难得的贤君 可后人已提到他 不是赞扬他为明朝 做出了多少的贡献 而是疯狂讨论他幼年时的经历 简直充满了艰辛和坎坷 可能一不小心呢 就会丢掉性命 他的父皇朱建深 直到他六岁 才知道他的存在 也是充满了戏剧性 具体是怎么知道的呢 他三十岁那天的一个早上 早起上朝梳妆 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发现两鬓已经发白 还有自己那沧桑的脸 情不自禁地伤心了起来 对福士他的太监说 朕都已经衰老了 可是到现在都还没有儿子 真是悲哀啊 他刚刚说完 福士的人便已经叩拜在地上 一番挣扎后 福士称化地的人 对他说出了自己心中深藏已久的秘密 他泪眼婆娑地说 陛下不必难过 您有一个皇子在冷宫中 今年已经六岁了 这个太监口中说的皇子 就是朱友成 说来也奇怪 朱健身如此看重皇子 朱友成又是他的独子 为何他不知道有这个儿子呢 而且朱友成子出生 便没有见过阳光 在冷宫中生活的小心翼翼 生怕别人知道他的存在 这是为什么呢 归根结底都是一个女人导致的 此人便是贵妃万真儿 朱健身最宠爱的女人 要想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 还得从朱健身登基第五年说起 皇帝常有醉酒宠姓宫女的时候 朱健身也不例外 一旦晚上他喝了点酒 看到一个生得十分标致的宫女 于是就宠姓了 完事之后 他便走了没当一回事 这个记性的宫女呢 也没在意 因为这样的事情在后宫很常见 可是他没想到的是 意外竟然发生在了自己身上 他干活的时候经常犯困 还经常吃不饱饭 而且肚子也大了起来 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 他有些惊慌失措 于是找了一个信得过的 默默问了问 才知道自己怀孕了 按理来说啊 这应该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正好趁着这个机会 成为皇帝的女人 如果这事发生在朱元璋后宫 打搅马皇后一定会让季姑娘平安生下孩子 她能得到该有的名分 但这是朱建深的后宫 掌管后宫的是万真儿 一个恶毒的女人 要是季姑娘怀孕的消息被她知道后 后果会怎么样呢 可能都活不过明天 万真儿仗着朱建深对她的宠爱 在后宫为所欲为 只手遮天 她也为朱建深生下过皇子 可是早腰了 她失去了儿子 也不让别的女人为朱建深生下儿子 所以啊 后宫中怀孕的女子都难逃万真儿的谋杀 断不可能平安生下皇寺 后宫中到处都是万真儿的眼线 很快 季姑娘怀孕的消息就被她知道了 万真儿还和往常一样 生气完后便命人去处理了 先是将季姑娘关进了冷宫 然后让宫女端堕胎药给她喝 如果正常操作 那季姑娘一定难逃死结 但这次意外发生了 前去逼季姑娘喝堕胎药的宫女 突然心软了 看着比自己还可怜的季姑娘 她不忍心动手 而且平日里季姑娘对她非常好 于是这个宫女冒似救下了季姑娘 还要帮助她把孩子生下来 她内心忐忑地回去复命 说自己已经是看着季姑娘死了 万真儿竟然也相信了 宫女苦苦隐瞒了数月 季姑娘平安地把孩子生了下来 朱友称就这样来到了人世 孩子出生那就难藏匿了 果不其然被万真儿发现了 她处死当初派去堕胎的宫女 然后又命一个太监 名叫张敏 去冷宫弄死季姑娘 和出生不久的孩子 本以为派去一个太监 应该不会再出什么岔子 没想到的是 万真儿又失算了 太监张敏看到季姑娘母子后 心生怜悯之心决定救他们一命 于是她去到冷宫 带上几个信任的太监 给万真儿演了一出戏 让她以为 自己真的弄死了季姑娘和孩子 但其实呢 是将其安全地藏了起来 就在冷宫之中 万真儿自以为事情处理妥当 还奖赏了太监张敏 安排她去皇帝身边伺候 反而帮助了季姑娘母子 服侍在皇帝身边的张敏 有空也会去冷宫 看望季姑娘 虽然被关在破旧隐蔽的小屋中 可是季姑娘从来没有抱怨过 她教儿子读书和做人的道理 朱又称呢 也乖巧懂事 从不干母亲不让干的事情 安安静静地待在屋中 就连太阳都没有见过 当张敏来看望时 看到乖巧懂事的朱又称 她在心底发誓 一定要让皇帝知道小皇子的存在 可是日子一天天流走 朱又称也越长越大 张敏始终没有找到机会 秘密一直藏在心中 简直是太难受了 直到他为皇帝梳妆 朱建生感叹自己没有儿子 张敏这才找到机会 说了出来 朱建生知道 自己有一个六岁的儿子 简直高兴坏了 他立刻命人 去冷宫将朱又称接了出来 但是这个惊天大消息 传遍皇宫后 宫中的人都非常的兴奋 却有三个人满脸忧愁 是哪三个人呢 一个是季姑娘 一个是太监张敏 还有一位 当然就是万真儿了 季姑娘不开心是因为 儿子即将离开自己 也许接下来都见不到面了 分别之时 还抱着朱又称哭泣 还叮嘱她 一定要记住自己 交给她的道理 做一个宽容的人 身在皇宫不由己 即使再舍不得也要放手 那张敏为何又愁眉苦脸的 按理来说 他就像皇子立了很大的功劳 应该高兴才是 但他畏惧的人 是当初叫他去杀 季姑娘的万贵妃 秘密说出来后 万真儿定不会放过她 等着她的呀 就是死路一条 万真儿不高兴是肯定的事 两次都没弄死他们母子 还在自个儿眼皮子底下 活到了六岁 他心中的怒火直冲天灵干 他怕不得马上就弄死朱又称 但他的存在被知晓后 便没有那么容易了 朱又称又是皇帝 目前唯一的儿子 自然受到重视 万真儿无从下手 只能将此事先放一放 随后 朱建身将六岁的朱又称 立为了太子 万真儿心中更加生气了 无处撒气的他 将凶狠的目光 看向了张敏和季姑娘 朱又称成为太子不到一个月 他的生母和太监张敏 便离奇去世了 不用想也知道 是万真儿干的 这只是他报复的第一步 虽然朱又称已经成为太子 他还是不想放过 可还没等到万真儿谋划好 朱又称呢 就被接到了太后宫中 这想杀死朱又称可就难了 得知皇孙可怜的遭遇后 太后对其很是疼爱 也不允许任何人再伤害他 你认为 万真儿就放弃了吗 这是不可能的 他借疼爱的借口 让太子来自己宫中用膳 对他百般宠爱的朱建身 当然同意了 太后也没办法 但就万真儿宫中前 太后千听宁万主妇 千万不要吃任何东西 朱又称也是这么做的 这才逃过万真儿的毒杀 在那以后 万真儿想出任何法子 都没有得逞 直到朱建身去世 他也没有弄死朱又称 朱建身甲崩后 朱又称坐上了皇位 视为洪治皇帝 他上台后呢 整顿朱建身留下的烂摊子 恢复明朝国礼 整顿明朝立志 缔造了大明盛事 他秦政爱国 是一位难得的明君 而且他身为皇帝 只娶过一个妻子 两人非常恩爱 是个好皇帝 也是个好男人 只可惜 年纪轻轻就去世了 享年三十六岁 他年幼时的经历 比民间画本还要精彩 所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